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刘薇薇 今天呢是在一个那个品牌的就是礼服品牌的店里面来试一些去柏林要准备穿的小礼服 好像大家最近就挺关心那个我去柏林的衣服准备的怎么样 基本上反正准备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大礼服的话红毯的这件可能目前会保密不太会透露等到时候让大家看 如果是我们真的电影会走到最后闭幕式得奖的话会穿一件中国设计师的衣服 因为我一直觉得在那样一个场合里面 然后我们是代表中国电影是代表中国电影人一定要穿一件中国设计师的衣服 这样是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里面 然后因为我们去的话会参加很多记者的记者会采访 酒会party这样子所以可能还需要很多小礼服 然后这家是一个英伦的品牌 他们会就是会让我带上很多他们的小礼服 也都蛮有特色的就是挺英伦风格的那种 我们会在中国的二月七号就是大年初一的一点多的飞机去柏林 然后可能到了的话是当地时间的七号的晚上八点多吧 可能是因为我们中间还要在一个城市换机 然后第二天当地时间的八号上午的十一点 就是我们的媒体见面会 因为在之前可能我们电影的媒体场已经放映过了 所以就要举行媒体见面会 然后一直下午会有很多的当地的媒体采访 基本上国外的媒体会比较多 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吧 傍晚的十五四点多钟 是我们左右海外首映室的红毯 然后我们剧组的演员和导演 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会一起走红毯 然后就要看到左右在柏林的首映了 这也是我自己拍完电影之后 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电影也很期待 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采访啊 包括这次我们的那个新浪 也会有专门的记者工作人员 然后一直跟我们到柏林去追踪采访 到时候可能都会通过新浪 跟大家讲了很多 大概要等到当地时间的17号是闭幕式 我们可能会在16号晚上或者是16号的早上 会接到那个组委会的通知 就是说是不是要我们留下来参加他们的闭幕式 如果不需要的话可能我们也是17号吧 大概18号就可以回来了 如果真的我们的电影能走到最后 去参加那个闭幕式 可能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收获 会有一个很好的收获带回来 2008呢是中国年 有一种说法也是天狱年 说明我们中国在2008会有非常非常好的运气 我们初一走 其实也正好赶到我们中国再过大年嘛 所以在这儿我是希望所有新浪的网友 都能够在2008交好运动 然后也希望我们的电影左右 能够交好运 我们会怀着特别喜悦的心情 去希望能够等到一个喜悦的结果 至于对我自己 说实话 可能跟我本人的性格有关 就是不是那种 性格很急 然后会急在别人前面 就是可能会前一段时间会很急 因为很多事情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快到电影节的时候 我现在反而好像整个人就很空白 然后也变得很懒散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也会尽量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因为我们导演的话说 大家都会用一个特别好的精神状态 去在红台上 然后和世界的电影人见面 会尽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希望大家也能够一直关注我们电影 在柏林的境况 这间很难穿 这间会把人的肚子啊屁股啊 全都穿不来 我觉得这个袋子 好像我觉得还可以再 好像 就是后面能够一下 我觉得因为可能走起来会有点惨 还行吧 这个上面这个都是中间 不是好像拍出来不太好看 就是听见格子是不是 都不露嘛 后面也舞的很一样 嗯 太久了